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5.3D的 那这个呢是1元2是不等4 然后但是是有组的 所以变成了你要连力两边做 然后呢再看一下它overlap的部分 OK,所以第一个方程来讲呢 把X拉过来 3X-X得到2X -4拉过去就加4 -6加4就等于-2 2再拉过去除X就等于大于等于-1 第二的这个方程呢 就是把2X拉过来变-5X -3-2X 然后呢-14 最后因是分解得到X-7 再X加2 那我们就有7跟-2 因为它要小于 所以是在介于这两个之间 -1呢刚好是在中间嘛 对不对,中间 然后它要大于等于 所以最后呢你就会把它 变小了 就是这一个部分呢,cut掉了 所以最后正式的解答是-1 小于等于X小于7 OK 这个最假的 好,第二个方程的话呢 我们的X平方加5X加4 我们因式分解得到X加4 X加1 所以就是-1跟-4 因为大于0 所以是小于-4的部分 还有大于-1的部分 X平方加10X加21呢 又可以因式分解变成X加7 X加3,7321 7加3刚好就10 然后呢就是-3跟-7 因为大于等于0 所以是大于-3 还有小于-7 我们再把它排放在一起 -1是最大的 -3是第二 -4再到-7 然后呢这两个图呢 我们再重新的画一遍 你最好分两个layer 就两个layer 就是-4 -4以下 -1以上 然后呢 -7以下 -3以上 那这里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要看到有两条线overlap 我们才可以拿 所以-7以下 还有-1以上 对不对 所以X小于等于-7 或者X大于-1 然后再来看这一题 没有做到 所以第一题 第一个方程 我们把4给拉过来 就变成-4大于0 -4的话呢 你可以看成-2的平方 那我们就有前平方减后平方 就会得到前加后乘前减后 X加2乘X减2 对吧 X减2 大于0 所以画数线的话呢 它应该会得到2跟-2 大于0 就是大于2 跟小于-2 这两个套 我们再看这第二个方程 第二个方程来讲呢 我们展开它4X平方减4X 这个比不是很好的 然后呢 再把15给拉过来变成减15 小于等于0 因此分解我看一下 应该是2乘5 5个10 5个10 326 所以应该是2X减5 2X减5 还有2X 加3 小于等于0 OK 所以最后画数线 我们会有5分之5 还有-2分之3 小于等于 所以就在两个之间 最后再combine在一起 5分之5是2又1分之1 所以它是稍微比2来的更大一些 2画在这里 这个是-1.5 所以它会比-2来的大一些 2分之1 就这样子 好 我们第一个呢 是-2以下 2以上 再来另外一个呢 是-2分之3到2分之5之间 所以overlap的部分呢 就是2小于X 小于等于2分之5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解了 再来看第四题 第一个方程呢 我们把6拉过来 然后因式分解得到X加3 X-2 然后小于0的关系 所以是-2到2之间 另外一个方程 我们展开它四层进去 得到8X加12 右边展开得到2加X-X平方 全部把它拉过去左边 得到X平方加7X加10小于0 因式分解得到X加5X加2 那我的解就会有-5跟-2 小于0就是在这里之间 再把它画成同一个输线 然后最大是2 第二的是-2 再到-3再到-5 分两个layer来吧 -3到2 还有-5到-2 overlap的部分呢 就是-3到-2 所以是-3小于X 小于-2 就是你要解释 第五题 左边展开得到X平方-1 右边的这个-4 拉过来就X平方-4X -1-11得到-12 因式分解应该是得到X-6 X加2 我们就会有 因为它大于0 所以是大于6跟小于-2 OK 反正这个应该对 OK 右边的这个呢 不是 第二的方程呢 我们7X拉过来 就X平方-7X 加6 因式分解弄错了 弄错了 -6-1 好 这一边弄错了 对吧 -6-1才会得到-7 所以你的数线就弄错了 所以呢-6-1的话呢 就是6等1 然后因为要小于等于 所以是1到 是在总间 所以是1到6是-7 那我们这个数线就应该弄错了 因为最大的那个是6 而且这个6是 是overlap的 然后两边都有6 然后呢再到1 再到-2 所以你的第一个方程是-2 小于-2 大于6 第二个方程是这一边 到6 刚好一个实行圈 一个空行圈 就变成了 这一个点也不可以拿 所以这一边是无解的 这一边是无解的 OK 好 第六题 X平方-3X加2 大于0 我们就会读 因式分解得到X-2 X-1 大于0 所以是大于2 跟小于1 第二个方程 第二个方程我们抽X数来 你注意抽X数来的这个情形 我们 就是X等于0 会是一个解 X等于0 会是一个根 所以这个0 这个X就代表0 X加3 就是代表-3 然后大于0 的话呢 就是 真 所以是大于0 跟小于-3分之1 -3 然后呢再画在一起 2最大 再到1 再到0 再到-3 然后这边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第一个方程是1以下 2以上 第二个方程是-3以下 0以上 你这样子一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它overlap的部分呢 总共分成了三段 -3以下 0到1之间 还有2以上 所以你最后的解 oh sorry 这个是黑心圈 sorry 这个有差别 这个是黑心圈 说是小于等于-3 还有0小于等于X小于1 还有X大于0 这个就是你的解 第七题 没错 左边第一个方程 我们先展开它 第一个方程展开 展开得到前平方 X平方加 X平方-9 再把16拉过来变-16 -9-16就会得到-25 -25大于等于0 所以我们就会有X加5 X-5 好我们有大于等于0 然后呢 画数先咯 5跟-5 他增-增 增-增-增- 我们要取大于5跟小于负5都一块 第二个方程呢 左边照超 X平方加3 X平方加3 大于等于13X 减去39 全部把它放去左边 得到X平方 减去13X 加3 42 39加3 所以42来讲 很大 42如果我们除以2 得到21 再除以3的 7、6、42 7、6、42 所以X减7、X减6 X减7、X减6 大于等于0 我们数仙就会有7 跟6 大于7 跟小于6 OK 我们换一下数仙了 最大于7 最大于7 到6 到5 到这个负5 OK 首先第一个呢 是小于负5 大于5 另外一个呢 是小于6 大于7 也是一样的 它会分三个区域 也是一样的它会分三个区域 得到6X平方 减6X 减6 小于等于X减1 把X减1给拉过来左边 就得到6X平方 减7X 减5 小于等于0 然后因四分解 得到2X加1 3X减5 我们的解就会有三分之五 还有二分之一 它要小于等于0 所以在夹中间的 第二个方程呢 我们展开它 得到2X平方 减6 二十二 减12 减1 就得到减13 对不对 负6乘负1 就得到6 6再减13 就得到负7 这个做跳快一点 最后再因四分解 得到2X下1 X减7 所以我们的解 有7跟负二分之一 因为大于等于0 所以是大于7 跟小于负二分之一 再把它画在一起呢 你就会发现到 负二分之一呢 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两个都是黑心圈 所以在这个点 这么巧就有一个overlap的一个点 所以这个解呢 就只有X等于负二分之一的这个点 其余的都没有 所以这个呢 要注意 所以这一种提醒要看清楚 为什么实行圈跟空心圈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一个两个 一个是实行圈 一个是空心圈 那它就没有overlap了 然后呢 就没有接 但是如果两个都是实行圈的话 那个点就可以拿了 OK 这个要注意了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